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协参加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千天晚会现唱的一组照片流出 在渐变星光群的衬托下 仙气满满 状态很是不错 立马就登上了微博话题榜 但随后 有网友晒出现场无修原图 简直是之前精修图的加大版 何协倒也大方回应 自黑承认修了图 还立下要减肥的flag 有人说 这不就是正常人生完小孩的状态吗 同样是刚生完小孩 37岁的陈奕涵却是另一种状态 产后第25天 四肢纤细 元气满满 开始恢复运动 健身找肌肉 产后两个月 22小时 跑完210公里接力赛 体力惊人 身材已和产前无异 在他身上 你甚至看不到几乎困扰中年人的发胖和年龄问题 无论是状态还是身材 永远是一副18岁少女的模样 越活越年轻 跟他几年如一日坚持运动和所惜规律分不开 别人旅游打卡不是晒风景就是晒自拍 他却满世界的倒立打卡 走到哪 哪就有他跑步的身影 即便是录制综艺 早晨晨跑随随便便就十公里 体力好到适应大哥都跟不上 即便是运气也从没中断过 游泳 跑步 登山 依然身轻如燕 坚持五年每天跑八公里 晚上九十点准时上床睡觉 工作生活一点也不耽误 人到中年 已经很少人能像18岁那样 坦荡荡说自己狂吃不胖的 即便是男神女神 放飞自我 也逃不过岁月这把杀猪刀 看完61岁杨丽萍的背 50岁许晴的屯 48岁的炎妞的腿 37岁陈奕涵的运照后 才发现 自律才是岁月从不败美人的秘诀 记得2014年的时候 何杰升完第一台后 狂瘦三十斤 到了12月开北京演唱会 经过四个月的疯狂运动模式 瘦五十斤的目标也最终实现 重回人生高光时刻 但仅仅过了半年 何杰又胖回来了 从2013年的幸福胖 到2019年的产后胖 在何杰的微博里 一直都是反反复复地减肥 发胖 又重新减肥 反弹 似乎是每一个减肥之人的噩梦 爱吃一胖的吃货 前锋也有这个烦恼 2006年 前锋在恰同学少年 扮演小子生的时候 还是高高瘦顺的模样 少年气十足 这些年 在天天向上里 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胖 糊涂涂成了一个中年油腻大叔 他也不是没减肥成功过 只是每次保持不了半年 就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人的身材里 藏着他的自律 中年人的任命 往往从放弃身材开始 村上春树曾说 这个时代 身体不仅仅是供奉灵魂的殿堂 还是一个人综合实力的表现 一个真正优秀之人 身材的管理 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减肥很痛苦 维持长久的自律 更痛苦 但是又为什么 要强迫自己自律呢 因为全世界都在告诉你 不能变胖 不能熬夜 不能浪费时间 只有变自律 才能改变这些 所以 你为了减肥 压抑自己大吃大喝 不想运动的欲望 为了不熬夜 压抑自己想玩手机 刷具到一两点的想法 为了不浪费时间 压抑自己时时刻刻 想葛优糖的冲动 到最后 基本都没能坚持下来 实际上 你眼中的自律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 只是他律 自我压抑 为了自律 而自律 这种自律 更像是一项任务 当你达到目标后 得到的是完成任务的满足感 跟懒散之人相比的优越感 但依然无法享受自律这个过程 其实 自律不是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 那些把自律当目标的人 多半都死在了半路上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实验 明花糖实验 这个实验 是斯坦福大学米歇尔博士 1966年到1970年代早期 在幼儿园进行的 有关自制力的一系列 心理学经典实验 小孩子可以选择一样奖励 有时是棉花糖 也可以是曲奇饼 巧克力等等 或者选择等待一段时间 直到实验者返回房间 通常为15分钟 得到相同的两个奖励 研究发现 选择第二种方案 银齿满足的儿童 具有更好的人生表现 如更好的赛的成绩 教育成就 身材质量指数 以及其他人生指标 银齿满足 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过程 但自我控制 又并不是单纯的自我压抑 打个比方 半夜12点正在减肥的你 面前突然出现一珠子美食 你的脑海第一个想法肯定是 想吃 但因为正在减肥 身体里通常会出现另一种声音 自我压抑的人会告诉自己 忍住 不能吃不能吃 到最后 往往变成吃完再说 自控力强的人则是 不健康 会长胖 差别就在于此 自控力强的人 不是从与自我的较量中获得自控 而是学会了如何接受 互相冲突的自我 用一种更为长远的欲望 代替短暂的欲望 而那些真正自律的人 通常都是自控力强的人 当你选择严实满足 熬过痛苦期 体验到了自律带来的益处后 自律的痛苦 便会大大减轻 曾经关注了一个插画博主好几年 他从147斤 到100斤的减肥增肌之路 就是活脱脱一步 胖子逆袭时 他从小就胖 身高162的他 最胖的时候147斤 人生前27年 他一直在和肥胖做斗争 经历了很多次反反复复 自暴自弃的减肥路程 结石 针灸 减肥药 精油按摩 什么都尝试变了 但每次又回到130斤 然后固定在125至130之间 肥胖的自卑 让他无法真正爱自己 无论内在还是外在 彻底认清了自己后 他无比坚定地想要改变 两年下来 他瘦了27斤 瘦下来之后 他变得更自信 但担心腹胖 他吃得越来越少 甚至靠饿肚子来减吃 一整年 才减到11斤 身体却出现了 大量的健康问题 长达三个月 无法正常进食 整整半年 几乎都在生病 后来身体逐渐好转 体重也有所回升之后 他决定运动 并健康饮食 从第一个月 以爱上运动为目标 到第二个月 让他体验到健身 带来一惊奇不痛 皮肤变好的好处 再到现在的 自由快乐的运动 健康饮食 变成一种习惯 从147斤的无比自卑 到现在整个人 都变得自信 美丽 活力四射 这些 都是自律带来的变化 只有认清自己的 真正目标 体验到自律 带来的益处和快乐 然后把自律 变成像吃饭 睡觉 呼吸那样自然的事情 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才能长久维持自律 才能真正享受自律 才能体验自律 带来的自由 自控利里有一句话 人生中有两种痛苦 一种是努力的痛苦 一种是后悔的痛苦 而我认为 后者要比前者大千倍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 我本可以 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就在一次又一次的 我本可以拉开的 当你真正做到了自律 那些所谓的努力的痛苦 根本不值一提 人生已然是另一种境界 可以说 自律是美好人生的标配 趁年轻 用力去改变吧 没有天生的好身材 没有从小就养成的好习惯 没有超强的学习力 那就用努力去弥补 用自律去成全 十年之后 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不认命的自己 感谢观看